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定位 那么这个历史定位呢 就是强调科学发展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体系 同时呢把这个理论体系呢 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呢 着重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那么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阶段呢 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呢 是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的基础上 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 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 而科学发展观呢 则是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 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 认真研究和回答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以及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不断总结实践经验 不断扩展理论事业 不断做出理论概括 面对国家发展遇到的挑战 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 为什么发展 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这个重要意义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强调科学发展观呢 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 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科学发展观 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 创新发展观念 开拓发展思路 破解发展难题 在发展道路 发展模式 发展动力 发展目的 和发展要求等方面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 初步形成了 马斯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 科学发展观 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环节 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方面 坚持和丰富了 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 进一步深化了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丰富和发展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大问题 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由来和重要意义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进一步了来谈一谈 第二个大问题 就是学习科学发展观 必须着重把握的重要内容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想谈一谈 就是讲科学发展观呢 是一个完整系统的科学体系 党的十六大报告 在提出发展是执政新国的第一要义的同时 还提出要使经济更加发展 民主更加健全 科教更加进步 文化更加繁荣 社会更加和谐 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十六大报告 在谈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时候 也谈到 要使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资源利用 效率显著提高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那么这些思想 都包含了科学发展的一些内容 那么应该说十六大报告里的这些提法就是科学发展官的先生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关于发展的十六大发展的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科学发展官的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 那么在提出这个重大战略思想之后 那么胡锦涛同志和党中央又陆续提出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建设创新型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那么这些重要战略思想呢 是一个相互干通相互联系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治党治军的科学指导方针 那么我们需要全面完整的领会和把握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 全面完整的领会和把握科学发展官 那么这是一个总的认识 那么就是科学发展官呢 还有一些他的最基本的内容 那么这个基本内容呢 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上 对这个科学发展官做的一个解明恶要的概括 就是四句话 科学发展官他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那么他的根本方法 就是统筹兼顾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分别的来谈谈这四句话的 他的基本内容 那么掌握了这四句话 也就掌握了科学发展官 他的最基本的内容 第一句话就是第一要义是发展 第一要义是发展呢 我们首先呢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 把它分析一下 这个理论呢就是马斯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就是马斯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 马斯主义认为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因为它提供一个物质基础 经济基础 为这个社会发展 政治发展 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没有这样一个发展 一切都谈不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说发展应该是第一要义 那么这个是理论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那么更重要的是实践上面的这样一个基础 就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 充分说明了发展这样一个第一要义 那么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正处于 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那么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 也就是说它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那么只要这个矛盾没有解决 我们就始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那么要解决这个矛盾 没有别的出路 就只有发展生产力 不断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所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 那么我们都需要就是不断的 把这个就是发展经济搞上去 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呢 就是这个底子薄这样一个国情呢 将长期存在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们国家经济呢 有了长足的发展 那么到了2008年 我们的人均GDP已经突破3000美元 应该说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成就 但是问题是世界 整个世界也在发展 我们达到3000美元 世界的平均水平达到1万美元 我们呢到现在为止 还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所以呢 我们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不断的解放和发展 我们国家的社会生产力 那么这样一个发展这个第一要义呢 在我们国家呢 还有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需求 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国家这个人数 人口这个基数太大 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 一共到现在为止呢 有13亿6千万人口 13亿6千万人口 这是一个基数 另一方面呢 我们现在还处在人口的增长期 我们的计划生育呢 做得非常出色 人口的增幅呢 控制在多少呢 千分之十以内 那么这就意味着 我们每年新增的人口 要有一千几百万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GDP总量 要被这个 13亿6千万人口去除 还要加上这一千几百万的新增人口 也就是说我们GDP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人口增加 人均GDP就要下降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我们如果GDP的总量不增加 那么按照人均GDP 我们就在倒退 如果GDP总量的增幅比较小 我们的人均GDP就是一个停滞状态 这就跟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照 发达国家呢 虽然GDP的增速并不快 但是由于很多发达国家 他们的人口呢 是停滞的 或者甚至呢 人口呢 是负增长 所以呢 他们即便GDP的增幅比较缓 但是呢 由于人口在减少 所以呢 他们人均GDP的增加 还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呢 我们要看到 这些新增人口呢 同时也就意味着 我们每年要新增 一千几百万的就业人口 这些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的解决 就是一个民生问题 是一个社会稳定的问题 那么这些 这个问题要靠什么解决呢 最根本的解决 就是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了 才能创造就业机会 才能使得这些年轻人 有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 才能这个维持社会的稳定 才能使得民生问题 不断的得到解决 所以从这样一些角度来看呢 我们国家的这个 就是经济的发展 一定要发展 而且要保持一定速度的发展 那么我们在讲这句话的同时 也要看到 就是第一要义是发展 不等于唯一要义是发展 过去我们曾经 对于经济发展的要求 曾经提出 是又好又快又好的发展 那么到了2006年12月份 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将这个又快又好发展的提法 改为又好又快的发展 那么这两个字的颠倒 就意味着经济的发展 要实现速度 质量效益的协调 要实现消费 投资出口的协调 要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 那么我们现在强调的 全新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理念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实施科教新国的战略 人才强国的战略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我们的发展 就是这样三个战略的发展 要做到把握发展规律 创新发展理念 转变发展方式 破解发展难题 提高发展质量效益 实现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 和平发展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第一句话 就是发展是第一要义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谈谈第二句话 核心呢 科学发展的核心呢 是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呢 是以人为本 那么这个以人为本呢 我们从这样三个层面 来谈谈这个以人为本 我们来理解 来把握这个以人为本 首先呢 我们强调 坚持以人为本 是我们党的宗旨 在新世界 新阶段的 崭新体现 那么这里呢 我们着重要讲的是 这样一个意思 就是说 以人为本 坚持和发展了 我们党的一贯思想 一贯宗旨 那么 首先呢 我们来谈谈 他的这种坚持 和这个继承和坚持 我们知道 这个马斯主义的 一贯思想 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民创造历史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 这是马斯主义的唯物史观 马斯主义的价值追求 最终的价值追求 就是人的全面解放 人的全面发展 解放全人类 这是马斯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 那么我们党的一贯宗旨 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党的本质要求 就是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那么以人为本 就是对于这样一系列 思想观点的 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